這個都要殺菌啊 我們都沒有用啦 這是之前用過的要洗啊 在街頭外再來大桶水 蹲在路邊客難洗碗 洗了一遍又一遍 但也無奈沒有辦法 因為公寓地下蓄水池 被發現有浮湿 住戶就怕變質的水 吞下肚會生病 一早就趕緊把鍋碗調盆 拿出來殺菌 無奈搖起水盆裡的水 因為不管從裡到外 目前家庭用的自來水 沒人敢再用 住戶提著裝來的水 就算麻煩也只能面對 像飲水方面 我們都心裡都好像 有一點怕怕的 就不敢再飲用那個水了 自己沒辦法吃 昨天晚上都只有吃一點點 想到可能河峽失水 就吃不下飯 有住戶一早就載著女兒 要到朋友家借水洗澡 沒有水用怎麼辦 只能找來自來水公司 載水給公寓住戶使用 營用水部分里長也熱心 提供礦泉水 在蓄水池修好錢 住在這裡的十家住戶 只能暫時這樣獨置 旅長有麻煩 有請那個下方級 他們每天都會帶水給我們 即便把濕水準備 可能比較沒有安全疑慮 但住戶還是不敢用 進到公寓住戶家裡 每戶都一樣 一旁都放著大桶乾淨水備用 地下蓄水池的浮石 目前已經抬離 但內階水管管線無法重新安裝 居民只希望外階水管跟蓄水池 能夠盡快翻修換新 還給他們一個乾淨的水源 記者楊中盛 胡適音 黃子鋒 新北市報導